中文童话 到陆地上去捕食已经太困难了 我应该试着在河里抓鱼吃 我太饿了 于是他就试着去抓鱼 可是鱼都从他嘴边溜走了 鳄鱼既疲惫又沮丧 就决定在河边的一棵树下休息一会儿 一只猴子正坐在树枝上吃果子 鳄鱼看到了猴子 于是问道 喂 亲爱的猴子 你在吃什么呢 请问能给我吃一些吗 我现在好饿呀 这是水果 它们可甜了 给你吃吧 哦 是的 它们真的非常甜 谢谢你 非常感谢我的救星 我太饿了 是你帮助了我 你真是个好人 如果能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得有多么的幸运啊 好 好 可以呀 我们现在就是朋友了 我就住在这棵树上 你觉得饿的时候就来这里找我 我会找到最好的果子给你吃 于是鳄鱼每天都会来到树下 猴子就给它一些果子吃 它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就这样它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有时是鳄鱼来树下玩耍 有时是猴子坐在鳄鱼的背上 在河里游玩 听我说朋友 我想让我的妻子也品尝一下这些果子 请问你能给我一些吗 求你了 我想带回家去 没问题 这就去摘果子 走吧 猴子开心地摘了一些果子送给鳄鱼 然后鳄鱼就去拿给妻子吃 她妻子住在河流的另一边 亲爱的 瞧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 是一些甜果子 我的猴子朋友专门摘给你吃的 哦 哇 这些果子真的好甜呢 可是我最亲爱的老公 你准备吃果子吃到什么时候 你想想 这些果子这么甜 那只猴子每天吃这些果子 它也非常甜吧 是的 是的 它人非常好 它还把果子分给我一起吃呢 其实 我是在想 它的心应该非常甜吧 我可是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你能把它的心拿给我吗 听到这句话 鳄鱼陷入了沉思 然后它对妻子说 哦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猴子是我的朋友 我不能辜负它的信任 如果把它的心拿走 它会死掉 我过的时候它给我食不吃 现在你却让我去杀掉它 哼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只想要那只猴子的心 快去给我拿来 否则我就自杀给你看 听到妻子这样说 可怜的鳄鱼感到很绝望 她伤心地去找猴子 想说服它 并把它带回家送给妻子 亲爱的猴子 亲爱的猴子 我妻子吃到那些果子非常开心 她想邀请你到我家去吃午餐 来吧 跟我回家去吧 咱们一块儿吃午餐 她人可真好 那走吧 猴子同意跟鳄鱼回家 于是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愉快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 猴子问道 朋友 你的妻子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呀 你喜欢香蕉对吗 所以她准备烤一些香蕉面包 和一些好吃的饼干 成本为你做的 太好了 看来今天能够大吃一顿了 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看到朋友这么开心 恶于心想 她应该把妻子的打算 告诉猴子 可怜的猴子 她还在幻想大吃一顿呢 一点都没想到 我妻子是想要拿她的新做午餐 我该怎么做呢 我要把真相告诉她 哦 猴子 亲爱的 我要跟你说点事 我妻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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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要吃掉你 你的心 请原谅我吧 如果吃不到你的心 她就 她就要死 听到鳄鱼这样说 猴子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只猴子非常聪明 啊 好啊 好啊 这没问题的 可是朋友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我们猴子可都是把心藏在树上的 现在咱们只能返回树上去拿我的心 你再把我送回去吧 哦 我可真是傻呀 现在我们只能返路返回去了 好吧 咱们回去取你的心 如果我空着手回去 她可就要吃掉我的心咯 于是鳄鱼就把猴子送回到树那里 当猴子到达岸边以后 他立即从鳄鱼背上跳下来 爬到树上 然后对鳄鱼说 你这只蠢鳄鱼 如果心拿出来了 还能活吗 我把你当成朋友一样看待 还给了你这么多的食物 而你就是这么暴打我的吗 背信弃义的家伙 现在你既得不到我的心 也吃不到果子了 快滚吧 猴子用他的聪明和智慧救了自己一命 而那只鳄鱼 由于他的愚蠢 既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又失去了甜美的果子 孩子们 喜欢这个故事吗 谁能告诉我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 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好吧 故事告诉我们 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 一定不能惊慌 应该像猴子一样 机智地去应对困难 而且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 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 就像那只鳄鱼一样的结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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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